来 等我 等我打死你 这么长时间不见 你还那么忙 不怕断死绝孙 慢点 文田 死哪儿起来你 滚 不是 不是 这他娘不是说话 我做梦了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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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 那咋一点这片呢 还能老不多活脑子 其他弟兄呢 都还好着呢 好啥好 家里外都瘦弄弄气 你这不知道 行行行行 别打了个脸 人不都活着呢嘛 乐还真 真是 老柴 咋是你自己啊 小可哪儿去了 哦 队长 小可在一次跟鬼子的遭遇战中 牺牲 还有队长 那个金花 家里人全上鬼都已杀了 按照你的意思 我把它带回来 在哪儿 就在镇子上诊所而已 走 看看去 队长 我见到马叔了 他现在青龙山 那东北对我们挺好的 好 青花 身体怎么样 好多了 陈葵哥 我给你带了个人来 保证尽量他心情特别好 谁啊 青花 那 许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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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太来呀 你不知道吗 我娘死了 我真的变成一个孤儿了 那这样的话 你还是会对我 跟我们一起在鬼子 你在这儿休息两点 我回头就带你走 好吗 这回你不骗我了 哥指定不骗你 放心吧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 我对我有事 先走了 哥走了 这儿怎么挂着高氧旗 现在所有的诊所 想要卖消炎药 必须得挂着高氧旗 你回去啊 通知一下马叔 赶紧回队 好嘞 马叔那是对我 不得了解吗 你放心吧 他们没事 那就好 你把青花安置好 我明天再来 好嘞 你别气个气 死人在里面 来 大夫 你怎么了 我肚子疼 到底哪儿疼 疼死我了 哪个不胃疼啊 你说话呀 不说话了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来来 我肚子疼 我疼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不是肚子疼吗 你别走啊 你别走啊 闪ован小廟 跟人进出 证所里咋话事 证所里边有个女的 别猜 是谁 别跟我这废话 有啥说啥 证所里边是青花 青花 你别看错 千真万确 回山里 不生气没用 王二啊 这事非同相处 你看清楚了吗 金花我能看错吗 你得去啊 我好吃好喝待你 你敢绑架我公务 哥 咱得快 我看这金花走路都不利紧了 你去 把海河和文杰 下面那十几个人都给我绑了 那他们要反抗呢 反抗 金花是我眼珠子 他抠我眼珠子 你说什么 是 得令 许文杰 你不能救命 知道为啥绑你们俩不 老师 因为你们跟徐文杰走得太近 穿一套裤子 他这裤子咋那么大呢 能穿下你们仨呀 我就是让你们开开眼 走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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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洗碗碎 回头 旅长有令 叫你们放下武器 二哥 他们想跑 把哪儿走啊 门口架着机枪呢 想活命的 就乖乖把枪给我放下 别逼着我开枪 二哥 你不 瞅见没 没跟你们开玩笑 我都大义灭秦了 怎么了这是 放下枪 放下 姓海的 旅长命令你们放下武器 你这些弟兄们都干啥呢 非逼着我开枪了 肯定是发生误会了 我去找旅长 我都走了 我来了 旅长 肯定是误会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的人竟干那不仁不义的事 我命令你们脚枪 打我说话当疯屁呀 法兰西万岁 今下准备 把枪交给旅长 把枪收了 都滚起来 你一门几个 都是我最信任的兄弟 徐文杰这小 把我女儿金花给绑架了 我头发就这么一个宝贝嘎子 怎么拼死 要把我女儿金花救 二利昂 你在干嘛呢 个个都是好强啊 一块去救咱金花 你看着吧 我今天就是喝出去这脑瓜子 我也把徐文杰这个 狗奸绩给他挑了我 金家子 你永远是咱们弟兄的 这次还是打个糊涂 走吧 走 姐 陈桂哥让我给你烧个气 发生什么了 陈桂哥说 已经找到徐文杰大哥了 明天上午 徐文杰大哥去诊所里 和陈桂哥碰面 让你明天上午 赶去镇子里 秦桂哥 干啥去 文静 你小子就是穿着人皮的狼 自打你进了金家载 我金子蛋对你怎么样 拿你当亲兄弟 你回头绑架我女儿 你也太不仗义了吗 队长 我给你解释多少遍了 我没绑架金花 金花之前是我队伍里的 任余老师 我是来接她归队的 归什么队啊 人呢 人一会儿就到 您自己看吧 打当家的 别听她的这贬故什么 说书的 这种狗奸心 就该枪崩了她 大大大 帮 帮帮了谁啊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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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回事这是 这小子 是鬼子和汉奸 掀在咱队伍里的钉子 吃里扒歪 傻啥玩儿钉子 今天啊 咱们俩认识这兄弟啊 好人啊 误会了吧 误会 大东北 你少管我们金家寨圈的 今天我还管定了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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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 你别抢我家里的事 干啥行 打车 别抢我家 混玩儿 爹 东北兄弟 文杰 你怎么才来啊 马叔一会儿就断 你看饭袋都准备好了 快快快 坐 对不住 对不住 吃饭来不及了 你 你怎么也是我救命二人 怎么也得吃饭呀 快快快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必须马上回白虎山 回本 我说文杰啊 那个金子大人对你这样 你对 我看这样 要不你大人的兄弟跟我一块上山 东北啊 尽当家的开始抗日了 现在东北 笼共没几支抗日的队伍 我不能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 我就撂挑子 你说是不是 也是 这样 改天你到白虎山 咱哥俩好好喝一通 咋样 那说好了 后会有期 高三 留步 好好好 慢走 妈妈 妈妈 您好吗 你好吗 妈妈 你的女儿 什么偶察 就是我 不顾家 你很难养 你太好了 姑娘 我不顾家 你挺好的 那你很脾气 你暖骨头 我自己肯定 好 那时候 我有一肚子的话想对你说 但是 现在往白虎山的营地里出了些事 我必须马上回去 你到时候跟我在白虎山会合 你一定要来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不是 你这死丫子怎么这么净呢 你是不是让爹能看吗 队长 新花 文静哥 队长 正常出现那么多陌生人 鬼子一会儿就知道了 赶紧走吧 花儿 你赶紧回山里去养商家 我不去 我不会跟二山王这种人论亲戚的店 你不跟他论亲戚 那摘你回山里再说呀 这咋的了 他说二山王害你 非要把二山王赶走 花儿 这个二哥不是害我就是有误会 咱回去把疙瘩解开就好 走吧 徐大哥你听我说 只要是欺负你的人 在我们山里就不许待了 那对 我答应你他不在山里待 咱也得回山里再说吧 我跟你说清楚 文静哥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那我要是回白虎山 你走不走啊 去白虎山 对啊 我是白虎山的参谋长 当然回白虎山了 对对对 文静回白虎山 一回白虎山什么嘎都解的 快走 那 那我脚有点疼 你能背我吗 行行行 再不走啊 鬼子来了 快走 走了 走了 姑娘 在鸡瓶 没见你娘最毁灭了 我到家的时候 我娘已经没了 你娘这个时候 爹一定会帮她 我娘就是你害死的 你娘怎么是我害死的呢 我知道我把你娘 赶走不对 可是都十多年过去了 你怎么才能原谅你爹啊 当时爹东躲西藏的 怎么带你娘 你要是不把我娘赶出去 我娘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吗 爹 当年的你就跟现在的我一样 如果我把文静哥赶走 那文静哥也会落到跟我娘 同一个下场的 你和文静 怎么扯上我和你娘了呢 我告诉你 爹 我喜欢我文静哥 文静哥是我的 我不能让我娘的悲剧 在我文静哥身上重演 你呀 对文静 就是亡不吃趁夺 铁了心了我肯定是 对 我就是铁了心了 我还要给他熬巴巴汤喝呢 怎么着吧 好好好 为了我女儿我答应您 明天开始我就约苏二世王 让他处处都听文静的 信任文静行了吗 老二啊 咱金家在也能有今天 靠的是什么 以德夫人 跟踪那事啊 文静发现了 咱得把它拢过来 大哥 只能让兄弟你再受点委屈了 大哥呀 你这说的是傻话呀 你是金家寨的大当家 他们这些做兄弟的 受点委屈说啥呀 还不是得壮大 咱金家寨的蒙面呢 还是兄弟了解我呀 现在这个世道乱 咱不能树敌太多 徐文静那小子挺能打的 咱得把他糊了住 那还是老办法 把我绑下来 把刀递给他 老二啊 那刀是假的 捅不死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样 我把那绳子啊 给你绑松点 徐文静要是真拿刀捅你 我分点本人 行 反正这招啊 这些年我们是啊 都没失手过 那书里不是说吗 宋江沙礼回 广说不练哪 你真聪明 哎呀妈呀 你真聪明 你真聪明 文静啊 这小子搬弄是非挑拨离间 差点害得我恩将仇报 在兄弟们之间那照谣生事 惹得弟兄们差点真到真枪干起来 要不是海先生顾全大局 我金家寨找雪榴成河了 大哥你怎么不明白啊 我是为了阿玛山寨好啊 这小子是来给我们抢地盘的 他不能留 闭嘴 文静 这个畜生交给你 随你怎么畜生他 队长听我说两句啊 这事啊二哥是有错 但是他对您忠心耿耿啊 他容不得队伍里头有奸细 这份忠心啊难弄可贵 咱东北军里头 好多人想了鬼子 都没有二哥这份忠心 就凭这份忠心 二哥不应该杀 更不能杀 他想害死你 你还替他说话话 二哥不仅不能杀 往后您还得重用 来 台北谢恩 谢大哥 谢文杰 队长 山下来信了 马叔和大东北他们已经上山了 来 兄弟 欢迎欢迎欢迎啊 好了 那边请 那边请啊 茶都给你沏好了 放眼上热乎了 快 抓你 快 靠你把这段时间 我担心死你了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来的 九一八 小可他为了救我 牺牲我 文剑 你的弟兄们 都是你的好兄弟 他们都是英雄 他们把你当亲人 所以会豁出命来保护你 他们 把我当亲人 嫂子 我 对了 我姐 九一八的那天晚上 你说 你有话跟我说 我说 我还以为这辈子 我永远没机会跟你说那些话 文剑 我活着 就是为了得到这一天 再见到你的这一天 马淑 文剑姐先对你说 我们俩这辈子 永远 文剑哥 马淑姐 我找文剑哥有点事啊 清花什么事啊 你没看见 不是 文剑哥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找你有点急事 不是 我好久没见了 人刚回来 就一会儿 快走 快走 去去去去 清花 清花 你这 那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清花 哥 你坐我来 清花 坐我来 你有事说事 你别拉拉扯扯的 人看着啥样子 啥事 我是怕你危险 我怕你别把舒姐拐走了 我说啥呢 别胡闹 我跟马淑三月没见了 我得别别别 闺女 爸 好久没见了 你好吗 好 怎么样 那边都还好吧 都挺好的 没事就好啊 让爸爸好好看看 清花这闺女 来的不是时候啊 清花 她还不太了解 我和文杰的情况 那就让她什么都不知道最好 爸 您什么意思啊 爸不来 就是想跟你说这事 前天这儿发生的事 你知道了吧 你说的是 队伍缴械的事 是啊 如今抗日斗争的形势 非常严峻 这两支队伍 金子丹和大东北 这两支队伍 他们的抗日热情 是非常难得的 可金子丹这边呢 人员成分比较复杂 如果金花和文杰的关系 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会对金领这支队伍的抗日决心 起非常大的作用 爸 这是您的意思 还是文杰的意思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不代表组织 也更不能代表文杰 我明白了 闺女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为了祖国和民族 是要做出许多牺牲的 别胡闹 我跟马叔仨月没见了 我得陪陪她 你这不是刚见完马叔姐吗 文杰哥 你见马叔姐 你就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 不是 你啥感受 你是我妹 她是我未婚妻 你说你把我拉出来 她啥感受 文杰哥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你看不出来吗 金花 你这话不敢乱说 你除了文杰哥 你谁都能喜欢 懂不懂 你等等 你等等 文杰哥 你跟马叔姐 有没有经过洞房 你可以喜欢别人 而且你可以追求 自己的幸福 是真的 我跟马叔在一块 就已经是我 最大的幸福了 知道吗 妹妹 文杰哥 你不要委屈自己 是真的 你可以喜欢别人的 听不懂 你说啥 你松一下 我求你了 你松一下 行不行 文杰哥 那个 来来 啥事 说说说 啥事 不 马叔 快说 快说 马叔都没要走 文杰哥 别别别 花 你 你要是能把文杰哥拿下 咱给我点事 你别小瞧我 我一定能把他拿下 等着瞧吧你 马叔 东北 咋不打声招呼就走了 我们赶路呢 来不及打招呼了 马叔 我有一肚子话想说 你留意也吧 文杰 旅长 我有些话想要跟文杰说 你们先走 我一会儿就追你们去 那你就快点 走 来 跟着兄弟 大妃咋了 现在是战争时期 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你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幸福 听不懂什么自己的幸福 金花 她是个好姑娘 我觉得她你们在一起挺合适的 而且她个性也很好 咋也扯上金花了 她是一孩子 你别误会 大妃姐 金子弹的队伍 你刚刚带起来 你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赶走小鬼子 为娘报仇 我告诉你 那我都带起来 是 你也会容易 我还说 你也会找大妃子 你也不想办法 你怎么办法 放开我 花儿啊 咱是个闺女 就算你喜欢文杰 那也不能跟马叔生抢吗 狭路相逢勇者胜 你闺女我可不是白上过学的 我告诉你 我们新时代的新女性 就是要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的姑奶奶呀 你是黄花大闺女 许文杰是定过亲的人 就算你喜欢文杰 那也得主动让她上门来提亲吗 你这啥意思啊 千年等一回是吧 那我还不能耽误我文杰哥呢 人家文杰跟马叔那是拜过堂的 你把文杰抢 你让马叔怎么办 我现在就是为了马叔姐好啊 那马叔姐的幸福 只有东北哥能给她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王八配绿豆 那才叫美满呢 我再跟你唠叨一遍 文杰喜欢的是马叔 爹 文杰哥他喜欢马叔 已经是老黄历了 那是过去的事 现在文杰哥喜欢的是我 谁能不知道 他喜欢你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那咋能让你看出来呢 人家文杰哥脸皮薄 肯定看不出来 我跟你说 你可别问我文杰哥去啊 人家可是读过书 有文化的人 人家不会承认的 你 你自己知道就行 弟兄们 文杰上山已经两个多月了 能耐 大家都看见了 胆量 大家也见识了 前几天 兄弟们亲眼目睹了文杰的气量 怎向肚里能成船呢 我亲自带爷俩 一人欠文杰一次救命之恩 我这老眼浑花了 好偏听偏信 差一点把恩人当成仇人 我现在老了 当不了这个家了 文杰 来 来 这个位置你来坐 旅长 你千万不敢这么说 你要这么说 我没法在山寨待了 你还认不认我这个旅长呢 你永远是我的长官 徐文杰听令 走 从今天开始 你担任副旅长和参谋长 同管队伍的训练和作战 老二 你给文杰打下双 文杰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位置我都让出来了 你干脆把我撸了得来 甭管他 从现在开始 我把金家在的调兵权 交给文杰 所有神头的队伍 听文杰指挥 要不服从指挥者 格杀无论 你干什么 看什么书呢 共产党宣言 这在你们那儿可是禁书啊 我这脾气您不知道 他们禁啥我就看啥 把书给您了吧 哎呀 文杰呀 我们共产党人呢 也是有血有肉的 也有儿女情长 可是啊 有一个前提 有的时候呢 得蛇小我 顾当 参部长 刚结合鬼子一封电报 今儿还溢出来了 老师 这日本人 篱笔越砸越紧了 咱得跟东北商量一下 两家合并一处 揍小鬼子一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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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杰啊 你看这青龙山跟白虎山的弟兄们 都到了 这账能不能打 你给大家说说呗 说是你想法 林志 东北 不客气了 你就别谦虚了 来 快说说 你们看 鬼子指挥所 主要在张家镇 这里头 大概有一个中队左右的鬼子 咱们的兵力上是有优势的 而且这群鬼子 都是从江桥撤下来的 让马战山长官打得很惨 他们现在士气低落 而且非常厌战 厌战的鬼子 加上咱们的兵力优势 这一仗 我有十足的把握 这样 文杰 张家镇就交给我们吧 保证一天之内结束战斗 东北 别着急 瞧瞧 交通线的两侧 一共有十五个据点 五十公里一个 首尾相应 只要张家镇受到攻击 他们会全力增援 文杰 东北打张家镇咱们打哪儿啊 这么多的据点一起打 咱们兵力不足 可总不能大部队 围着一个据点打呀 队长 咱们这次啊 筹一百人左右 阳攻张家镇 只围不打 但是把主力 埋伏在这个山脉的两侧里 专门攻打 增援张家镇的鬼子 还有伟军 这一招叫做围点打员 你这招太绝了 那张家镇是鬼子跟伟军的指挥部啊 那他这出事了 那沿途不敢不救啊 而且这个交通线这么长 周围两侧一手难攻 这个鬼子是一匹匹出发 这招如果打下来啊 鬼子跟美军啊 肯定是元气大伤啊 是不是 没错 鬼子的兵力本来就不足 这一招只要咱们胜脏 阻挡咱们进出山区的钉子 就算是拔出来 这条路 是第一个据点 增援张家镇的必经之路 你埋伏一百个人 在对面的山坡上 其他人呢 每隔五公里埋伏一百人 记住 随打随撤不要连战 是撤到咱们这儿吧 没错 从这儿到金山 有半小时小鬼子就迷路了 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好 天水 不知人物 是 天爺 再给我派点活干 埋过地雷没有 埋过 炸死我好多鬼子呢 行 这会儿就对你了 比小鬼子弄不到的 行 是 用力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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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把你判断手 武功 manufacturers 武功硬 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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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带击黑卓远 还有二轩力 二轩力 长官 这里也就是战狗 都把我们撑 撑开 撑 撑 快撑 撑 快 快 宫北啊 你向东 我向西 咱俩就在这儿分手吧 行 在这儿之前 不会有大动作了 累了半年 让战士们好好歇歇 文静啊 后一天就过新年了 我大年初一给你办年去 行 我给你包饺子 猪肉大葱馅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保重 保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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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您这次是不是太冲动了 我们没经过任何的部署和计划 就去攻打白虎山 是不是太草率了 我是男人 我只是把自己的愤怒和帝国的利益 合而为一而已 我不能忍受这样的欺齿大儒啊 长家镇被包围以后 你们几路的增援部队都没有及时喊到战场 你们都成了魂魂魁了吗 你们中国军队 如果一到战场就一败即溃的话 小心你们的脑袋都会搬家了 司令官 是在下指挥不力 在下再次勤长 你们一定会把交通线上的抵抗军 全部消灭掉 我还会嫌弃你们 我已经曾朝鲜调来了一个尸团 你就留在治安军做联络班吧 你给我过来 过来 过来 给我笑 你笑 你也笑 笑出来 高兴 你发自内心的笑 笑 高兴 高兴 来 来 来 我 我自己来 自己来 你笑 别听 你笑 继续 有力 有力 这 我跟他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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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坏 来 你打 你打你自己 我笑 行 不许听 你打他 有力 笑 不许听 不许听 有力 打 笑 徐文杰把我杀了 而且杀得我一点防备都没有 如果说实话 他的战术一点都不高明 正以为他的战术不高明 正以为他的战术不高明 才显得我更加愚蠢 你先别想你跟徐文杰争高低了 你的军贤是不是将会上座 天后赐给我的军长 都被输回去了 所以你现在应该考虑的 是如何保住现在的位置 不许多青山哉 不怕没柴烧 不怕没柴烧 作为陆大军刀族的成员 军刀 就是我的生命和尊严 一郎 如果你能尝试 放下你的军刀 和无视道精神 也许你就没有这么痛苦了